龙翼身体笔直 顿时间 在周遭的先知元气 忽然就开始 剧烈地蠕动起来 而后 龙翼在眼眸开合之间 便是有一阵 震耳欲聋的龙吟之声 从他体内快速地迸发而出 伴随元气 疯狂地涌入而尽 而一旁注视着 这一幕的女皇 内心也是微微惊异 因为他自然能够明显感觉到 龙翼那原本极重的伤势 竟然以一种飞快的速度 逐渐恢复着 只不过 就在眨眼之间 龙翼的伤势 在半注相斗不到的时间之内 完全地痊愈了 而后 龙翼轻轻地抬起头 在脸庞之上 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表情 看向了对面女皇的倩影 缓缓地说道 已经好了 现在我可以去仪器了吗 在顿时之间 不仅柯云 以及三神君脸庞上 露出了诧异疑惑的表情 而且就连女皇 都是流露出 浓浓地惊奇目光 因为按照常理 如同龙翼那般严重的伤势 即便是每天都准时服用丹药 恐怕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能完全康复 而如今她竟然就在眨眼之间 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治好了 你的伤势虽然痊愈了 但你如果这样毫无准备地贸然前往的话 也是十分危险的 女皇柳眉微微地皱起 在这一刻 看着龙翼那挺拔的背影时 竟是有一种 如同面对硝烟那般 似曾相识的感觉 而硝烟恰恰又像极了 曾经三千界空 最强大的那个男人 女皇又是苦笑一声 在心中暗自说道 这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呢 从龙翼身上散发而出的 这股强大气势 便是不由地令人感到蛰伏 我不需要任何准备 爹爹现在同样 也身处十分凶险的境地 我绝不能看着爹爹一个人冒险 带我去遗迹吧 就是现在 龙翼那面色严肃认真的模样 便是让得女皇 在一瞬间 都是愣在了原地 舒适卷轴的手 也是悬在半空 龙翼 这遗迹实在是太过于凶险了 若是萧绍在这里的话 定人也不会同意你的要求 倒还不如听听女皇殿下的忠告 我们先做好万全的准备 那时再进去 也还来得及帮助萧绍的 此时此刻 丁月在看着 目光无比执着和坚韧的龙翼 同样也是随着女皇 缓缓地开口 与其恳切地劝导道 不行 一个也不能等待 我现在就要突破斗神 马上 龙翼再度是露出了无比坚异的表情 斩钉截铁地说道 此时此刻 丁月看着龙翼 那异常坚定的模样 心里 同样也是深处 当然这最终的话语权 自然还是在女皇的身上 她若是不同意的话 龙翼也只能乖乖地就范 但类似于这种情况 若是女皇同意 便是一种对龙翼 急不负责的态度 因为毫无任何准备 就这样贸然地前往 遗迹那样寸步难行 十分凶险的地方 那无疑跟送死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 想到这一点 柯云和三神君 在心里都是断定 依照着女皇的脾气 自然是不会允许 龙翼这种胡闹 不计后果的行为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了女皇的身上 等待着女皇的回答 女皇掌管着千基格 其中记载着 这个世界上数不清的秘密 其中记载着 无数人想要抹去的过去 也记载着 未来或许有可能 要发生的事件 这千基格 曾是尊上所创 天下大事 运筹帷幄之间 曾经有无数人 想要获得其中奥义 有的人则是 想在其中 寻得解救之法 可千基格 属于天机 尊上掌管之下 只能眺望 但并非所有人 万事看缘分 想要得到千基格中的消息 也需要缘分 千基格所给出的寓言 皆是应验 而如今女皇掌管着千基格 基于龙翼的三条路 都可以通往斗神 但其中的凶险程度 则是大不相同 所谓 福祸相依 越凶险的地方 造化越大 好 你若准备好 现在便可以出发 与皇并未如众人所约那般 拒绝龙翼 反而同意了龙翼的请求 这令众人都是为之一阵 柯云便是眉头微皱 拱手抱拳说道 与皇殿下 他只不过是一个斗仙 虽然天赋血脉上加 可毕竟实力还是太弱 若不准备周全 恐怕进入一季 就会被那些魔兽撕成碎片 柯云不同意 现在贸然前往 三神君也是如此 齐忙拱手抱拳 准备劝阻女皇 不必多言 有些路是他的宿命 若是要亡 他早就不会活着站在这里了 更何况 竹九阴的血脉 恐怕有99%的魔兽 都要向他低头 朱九阴是魔兽中 王级般的存在 这一计 他要闯便让他闯 与皇清台御守 便是历声说道 柯云和三神君 顿时便是 只得拱手点头 不再有反驳 现在就出发吧 龙翼面无表情 在没有硝烟的地方 龙翼一刻也待不了 心中无时无刻 都牵挂着硝烟的安危 柯云 你带着地图 领他去遗迹吧 切记 你绝不可进入其中 这遗迹只有他能进 女皇说着 将第三个纸卷 交给了柯云 这是记载着 遗迹所在的位置 柯云接过女皇的纸卷 然后小心翼翼地 牵扯开来 那泛黄的纸卷上 写着两行字 吻神造 北明虚无 这里 你应该很熟悉 女皇看着柯云说道 柯云看到这个地名之后 顿时脸色便是微微一变 女皇 那可是虚无之地 没有时间的流逝 没有能量 而且他在移动 想要寻找到十分困难 柯云呼吸都是有些急促 显然这乱神葬 给他心中留下了 不小的心理阴影 这乱神葬出现 也是有规律的 五百年换一次地方 正好如今出现的位置 距离不算太远 此行过去 全宿几年便可抵达 你送他进入遗迹之后 就马上撤回 不可久留 女皇再度说道 柯云五指收紧 掌中的纸张被完全捏皱 女皇殿下 他若前去 无疑等于送死啊 柯云眼神之中 血丝快速缠绕缠绕漫眼 对于里面具体情况 他如今仍心有余悸 当初他便是 在最外围 在那数以千计 散发恐怖波动身形 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尝试突破重重包围 不断挣扎着死里求生 他都不怕 你在害怕什么 当初你也不是 从乱藏岗深处 浴血奋战几天几夜 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逃生的马 女皇对着柯云 轻声呢喃安慰道 这其中太过凶险了 在里面最可怕的 可不是人类 因为人类根本没办法 在里面生存 别人只是了解 大概情况 女皇您应该十分清楚 那里除了是 强大存在 最后陨落归宿之地 幽深悲凉 尸横遍野 同样也是那些 无比强大 虚空凶兽的 大量聚集之处 他们的强大 乃是我见过的 最强大的魔兽种族 令人不禁胆战心惊 毛骨悚然 连我这辈子 都记忆犹新啊 柯云继续说着 语气低沉深重 回忆出了脑海深处 那段到现在都挥之不去的 久远七痛经历 是他第一次那么绝望无助 在黑暗的夜色中 瑟瑟发抖着 现在那眼神之中 即使一片骇然恐惧之色 仿佛那一切 还历历在目 而且 我当时身受重伤 比死亡只有一步 若无尊上出手相助 完全不可能侥幸 捡回一条命 早已被那些凶悍的虚空凶兽 给彻底撕成了碎片 魂飞魄散 即使女皇点头 柯云也坚决不同意 龙翼一个人独自冒险 甚至可能会丧命 不过 从龙翼那恳切的 决绝言语之中 柯云深深地感受到了 龙翼对硝烟的那份 守护心意 那份执着而坚定的信念 凡是重情义之人 都值得柯云去尊重 同样也值得 柯云用生命保护 女皇微微一条眉 不光看向了龙翼身影 然后缓缓地语气皱转 一本正经地开口说道 你听见了吗 龙翼 那里凶险程度 可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瞬间就足够终结生命了 即使那样 你还要去应闯吗 女皇看向了龙翼 以此同时 所有人都看向了偏执的龙翼 那无比修长的身形 坚实的肌肉 使得整个人仿佛都充满了无尽的爆发力 此刻 他抬起头来 眼神依旧坚定 没有任何一丝波澜起伏 当然去 爹爹还在等着我 龙翼重重一点头 在言简意该的话语之中 没有任何一丝退缩和质疑 顿时间 柯云都是在原地微微一愣 陷入了沉思 眼前这个男人 虽然看着呆滞了一些 但也绝对不是蠢货 在自己的生命危险 与想要保护人的面前 他毅然决绝选择了后者 没有任何一丝犹豫迟疑 这也不是忠诚 这是 视他命为我命 在龙翼的身上 所有人都看到了守护两个字 无论有多么危险 龙翼都愿意 拼尽自己的一切 舍弃自己的一切 因为他要清尽所有 守护硝烟 守护他的爹爹 可能从斗气大陆 雷海诞生临时的一瞬间 再看见这个男人的第一秒 便早就已经注定 龙翼的这一生 所有人都是 为龙翼这一份执着内心 深深触动 就连阅历无数的女皇 亦是如此 因为这一份信念和追求 仿佛就是当年那个男人 同样急与他们一样 带他去吧 柯云 这是宿命 即便是深云 他也心甘情愿 女皇再度缓缓地说道 在这一次 柯云罕见地没有再回答 他身形怡然不动 陷入了久违的沉默之中 下一刻 神军慢慢站直 雾光带着一丝敬佩 看向了下定决心的龙翼 好了 现在就出发吧 柯云语气开始变得一片平静了 并非是他不关心了 而是明白了女皇所言 这就是龙翼的选择 同样也是他的宿命 不会因为这次有所改变 龙翼点了点头 迈出步伐 便是准备和柯云离去 不过 就在离开的刹那 盯月手指之上的空间戒指 便是精芒一闪 而后一个白弹便是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然后就仿佛拥有着强烈弹性一般 在周围随意地蹦跶两下之后 瞬间投射进了龙翼的怀中 此时此刻 龙翼一惊 而后平淡的眼神之中 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一般 微微有些失声道 求救 自从在万级争霸赛 第一换季受伤 化成弹性之后 求救就一直在空间戒指中 休养生息 直至如今都还未破壳而出 就在此时 弹的两侧出现了几道细弹的裂痕 迅速蔓延覆盖而下 浮现出两个孔洞 然后便是两只小手 缓缓破壳而出 最神奇的是 在众人肉眼所见之下 原本半人高大的蛋 立刻就化作了巴掌大小 小手紧紧地扒拉着衣角 嗖的一声 钻入了龙翼的怀抱中 龙翼便是将求救 双手紧紧扒拉的小手 温暖地握着 放入胸口处细细茶探 然后身体也是微微地 开始颤动起来 龙翼在原本以为 自从无谓战队分离破散后 球球同样也是跟其他人一样 出现了意外下场 非死即伤 不过此时此刻 看着安然无恙 活蹦乱跳的球球 龙翼内心之中 一阵欣慰和感慨 缓缓荡扬开来 球球 你平安无事 真的是太好了 龙翼眼眶之中 一滴晶莹的泪花 不断打转闪烁着 那双手交叉围拢 没有一丝松动的迹象 变得越来越紧 露出那个牵肠挂肚 无微不至的目光 这足以证明 他与球球 胜似亲人的感情 就算用千言万语 也没办法表达而尽 球球这时候 在龙翼怀抱之中 懒洋洋地依偎着 过了虚语 又在龙翼周围 快速蹦地狂跳着 说着除了龙翼之外 没有人能够听懂 丝毫的语言 绝对不行 这一趟 实在太过于凶险了 求求你要好好听话 乖乖地待在这安全之地 不要乱跑胡闹 一定要等着我 我去完这趟后 就会把爹爹安全带回来的 龙翼自然是完全听懂了 球球 想要传达的意思 便是迅速摇了摇头 眉头 突然紧皱成一条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